是原本就是就是如此降伏地吗 还是也是因为你们看到了微博或其他报道 才加入加入了心中很多的怒火 会不会也是你觉得受到了媒体影响 王女士 不不 我还有那句话 你再那么吵 事实永远事实 你不可能一吵就再练 你把事实点到过来 我不信这个 那么强大的国家 那王女士 我再问一个 我再问一个 很多人在主张说 这个毕竟是两年前的往事了 难道没有第三方的方法吗 比如说用和解的方式吗 因为如果你们的和解 跟你们的态度 也可能会影响到别人对这个交通事故处理的方法跟态度 不可能和解 是不是 这个是还没开行法院 王女士最后一句话 刚刚我们跟许云克连线的时候 他最后最想对你们说的 他希望你的母亲身体早日康复 那你最想对许先生说什么 我最想很样的所事实 所准化 好 谢谢 谢谢 说实话 做好事 反对诬陷的事 并不是今天才有 那我认为无需承担责任 我没有必要从法律上要追究所谓讹诈这个责任 但是你诬陷我 我会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报复 每次都有人帮你扶起来 有时候有有有有没有 汽车撞长 跟他本人跌倒 然后来给资深 给身体的压力 是可以算出来的 我不希望能够和解 一定要追出来到底谁撞 到底撞没撞 一虎一席谈 跟论更加精彩 我要审验百分之三十 隔离高效离心机 掌握中央空调核心科技 比普通离心机 省验百分之三十 就用隔离 好空调 隔离效果 海纳百穿 精香顶饭 新药酒 豆花香集团 荣誉出品 We can achieve 360 degrees of corner design We can offer safety and strength to your tower 节能再生 绿色未来 未来街窗 与复合版 Someone waiting for 是伙伴 点亮我的梦想 招商银行 助一代 中小企业的金融伙伴 汇聚全球指挥 彰显全球荣耀 第八代索纳塔 超越你的期待 北京现代 创为电视黄牌大放送 天南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 更换了多次 在他注视之下的社会主义中国 国运民生 已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他辞世三十五周年的今天 我们试图用毛泽东本人的文字 声音和影像 去陈述还原真实的他 尊前谈相 仍依旧 毛泽东影像记忆 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让镜头带您穿越历史 把世代传承珍藏的文物瑰宝 合现您的眼前 与考古专家一起欣赏 打剑别 追查每一件故宫典藏背后的动人故事 珍宝总动员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其实说到底 我们这些文官者 也受到了很多的报道影响 也想听的是一个事实跟真相 但是事实跟真相 在这个案子当中 能够达到的 能够达到吗 这是能够达到的目标吗 来请 这位先生请讲 关于媒体的事 我觉得还是有问题 说媒体有自己的报道 言论自由 但是我完全对这个事情 现在不是非常清晰 但我来这之前 我在无论是微博上 还是在那个媒体上 我看到的情况 都是说 我当时的第一印象 就是许云鹤 好像是被冤枉的 被冤枉的 就是说好像是被讹认 那么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媒体导向 我们现在现场这么多人 其实更多的 包括那个刚才是吴教授吧 他也说起来 他听到了两个很重要的信息 而且那个是作为他判断这个事情的起码的一个依据 他产生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观点 居然也是完全没有的 当时人不是他说的 如果不是刚才听了两边当时人的来对峙这个事情 那么那么这个事情就对于他来说几乎没法无法还原 那么我在这事情现在看到了一个情况就是 起码这个双方这个发生这个事件的当时双方 起码都有一个基本的东西 我觉得是可以认可的 大家都相信法律 大家都相信 如果通过法律这个事情能还我一个清白 如果我觉得就是说法庭你不能够认定事实 不能够判断他撞了或没撞了 那么你就应该努力再调整 因为这个毕竟是个民事之间的纠纷 一定是能够调整的 但是他们可能没有 好谢谢 来 先等很久请说 请讲 首先我想说的呢 这个案件呢 我们大家没有办法去评判 但是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在刚了解的一个案件 这是在发生在广州 广东省的一个案件 这个人呢 是阿华 他扶了一个老人之后呢 这个老人诬陷他 他把他扶起来了呢 这个老人恰恰就说 是你撞倒的 在这种前提下 交通队也让他去举证 这个阿华每天 将近一周的时间 天天在那个位置 撞人的 他所说的撞人的那个位置上 去找人来证明他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交通队的队长说了 说你们如果再达不成和解的话 我把监控录像给你们放出来看 在这种前提下 老人带着他的女婿 到交通队 来证明了一个事实 是我自己摔倒的 所以我想说的是 现在青年人的道德水平 是很好的 无论是媒体 无论是法律 或者是无论是法院 还有交通队 请你们多负起责任来 至于说这个 无论说这个天军的 这一起撞人的案件 我不希望他们和解 一定要追处来 到底谁撞 到底撞没撞 为什么要诬陷人家 为什么撞人了 还偏说他去救助人 我不知道真相 我只想说天军的法院 你们是不是干点正事 刚才我继续追问你 我继续追问你 因为也别忘了这件事情的难度 在刚刚都说了 双方各有说法的时候 还包括证据 包括人证 也都不足的情况 是这样的确 法官已经来回 但是你刚刚抛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想继续追问你 你看 你刚所提到的是被人讹诈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在8月26号 另外一位 助人的司机 差点被误指为肇事者 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长途的司机 英红兵和乘务员 下车将老人扶起来 结果被老太太说 他是肇事者 之后就像刚刚的安装 在车里的这个摄像头 证明了他的清白 我现在手边有一个东西 我相信你一定很熟悉 这是什么 熟悉 对 自从有这么多的类似的个案之后 内地你会发现 你开车之前很多去买个小小的 这个黑匣子 这样子可以装在自己的 这个开车的地方 然后把所有的路上 人人都在当警察 但是的确说实话 这个成本这样下去来讲 对人性是一个负担 我想问你的是 你觉得如果事后证明 像这种 不管是有意或无意的 他是污止对方的话 你觉得该该受法律的责任 必须受法律和精神上的双重审判 一定要扶持正义 我们应该应该吗 对这种讹诈的 或者他是无意的 像老太太 可能是精神状态 不甚好 其他的老太太 我讲都可能 老先生有可能 你觉得都应该 现在来予以法律来制裁吗 加重他的刑责吗 我觉得刑责是一方面 但是我们国家的法律 永远是落后的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想说的 今天我们多谈一点 道德上的问题 就是这种人 讹诈了人以后 为什么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不能好人做了好事 最后还要得不到尊重 反而付出损失 好 谢谢 来 我要问一下 王先生 王先生 该不该来追究 讹诈人的这种法律责任 或道德责任 我认为 如果说是故意的 讹诈别人 能够查证属实 他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如果说他由于过失 或者由于其他的原因 比方说意识不清 那我认为无需承担责任 我要问一下 建勋一个关键点 因为建勋也是一方面的专家 我们可以看到 内地现在这个大麦 这大麦的被我反映是什么 是所有 包括车主也罢 或者是 还表示心里内心 想去救别人 他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措施 这种是靠科技守法 另一种 有人就觉得 刚刚特别提到 靠法律守法 我们应该来追究 这种恶诈的责任 像在英美法系当中 他有另一种情况 他是免责的 就是说 如果你这些人 跑去救别人 你只要不是有偿的救助 你这些的 即使造成了对方的伤害 最后可以有免责的 可是在大陆法系 好像没有 对吧 我觉得从这个 我们没有必要 从法律上 要追究所谓 讹诈这个责任 那讹诈这个词不好听 这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术语 我觉得追究他的责任 是毫无必要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是 你要是去起诉对方 你必须拿出证据来 你要不拿出证据 你会败诉的 所以法院不会支持你 这是一个民事的 一个民事的法律关系 有很多人可能主张说 既然他讹诈 我们要追究的刑事责任 那么这个 我觉得是过分的 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胜诉 他没有办法胜诉 你不需要担心 他给你带来不利的后果 请说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有必要的 社会当中 法律是一方面 道德是一方面 但是一个人救助了别人 最后还要付出 那么惨重的代价 会对这个整个中华民族 会产生影响 我直接问你 关键人所在 如果你说 有一个这样法律保护 你就会愿意去救人 不管他法律 我该救还是救 但是你诬陷我 我会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报复你 另外一种 我很怕你 一定要承热阳算 我怕你了 我认为这个案子 其实他看起来 这是一个交通肇事案子 而不是那个所谓的 根据因为你受 因为你帮了别人 而反刀诬陷的一个案子 你觉得只是一个 单纯的交通肇事故 对 因为法院的认定 他不是因为你帮了人 他才作为一个证据 他是根据 刚才提到的那些证据 然后还有 您刚才没提到的一个笔录 一个他的陈述 这个是法官认为 这个已经作为足够的证据 当然证据足够不足够 这个可以另外讨论 但是这个案子 也就是你需要个关键的所在 我们再看这个事情当中 应该要把其他的 比如说其他的层面 情感性的东西 或到底应该分开来看的 对对对 好 谢谢 说实话 做好事 反被诬陷的事 并不是今天才有 也不是在做这种事情 才有的 对对对 以前的就存在 我们经常也看到报道 有碰尘的 对 有做好事 被别人诬陷的 有路上停车 然后拉起受害人 结果到医院 被反咬一口 诬陷为是造势者 所在都有 对 这种事都有 但是呢 以前可能网络呀 没有现在发达 媒体也没有现在集中 那么这件事出现之后 尤其结合南京 彭宇案之后 一时之间 网络铺天盖地的报道 引起了人们 如潮的评论 那么一时之间 大家都认为 社会诚信缺失了 道德沦丧了 人们的道德底线 倒退了三十年 等等 但是呢 我不这样认为 我认为 这就是一起事件 就是一起事件 单纯的事件 大家不要过多的联想 把情绪都投入进去 不要把我们的道德底线 我们的诚信 和这件事过多的 去牵连在一块 如果再出现 类似的事 我感觉 在座的大多数人 还是会去救的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 当时就来不及想 说 我扶他 会不会被讹了 或者说 我不扶他 我碰到过这样的老人 我当时 对 当时的第一反应 就是马上去搀扶 你先等一下 因为你刚一直指的老人 我跟老大哥一直在这边 所以把麦克风递给 这位老大哥掌声欢迎一下 我想看看第一排 第一排的这位老大哥 来掌声欢迎一下 老大哥您好 你走在路上的时候 有没有你跌倒的时候 有人帮你扶起来过 有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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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有 每次都有人帮你扶起来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有时候没有 但人家不扶你的时候 你心里会不会 在心里也念着这些年轻人 会念着这些人 怎么不把你扶起来呢 会不会 心里会低估低估 会吧 还是 还是应该扶 应该扶 还是应该扶 还是应该扶 我再来说也不多 也不多 对 身体健康好 所以这最重要 老朋友要避免这种情况 第一个要像他一样 少跌倒 但这种情况很难过 我看年轻朋友的看法 请教 我是一个大学生 然后我也是天津人 然后我前几天 我还没开学的时候 在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妈妈也跟我说 我也是天津人